你要用一股泥 这样去受邀宴会 然后你把它移花接木 用这个偷梁换柱 以假代真的方式 来说今年 来影射陈时中 我觉得这样的攻击 非常的恶劣 朱立伦真的不要去当 中国假讯息的协力者 这个影片最早就是在 这个中国的一个微博 他是在 昨天的下午5点42 然后在微博这边 然后有一个叫做台湾傻事 的一个账号 然后去播了这样的一个影片 那这个影片呢 后来也在爆料公社 做第二次的一个播出 那在YouTube也播出 那之后就变得 有很多在攻击 陈时中的就可以在 LINE做一个转传 陈时中也已经还原到说 就是在去年的6月15号 的晚间 那他有受邀 然后去那边 去那边敬酒 然后去那边有唱了两首歌 那我们大家 我们就大家还原到去年的记忆 不要用今年的记忆 今年的现况去 去用去年这个连结 去年的6月15号 就是我们讲的 报复逊旅游的时候 7月的时候 甚至政府还发了三倍券 进一步的要振兴经济 所以我们才知道去年整个是防疫非常的成功 你要用一股年这样去受邀宴会 然后你把它移花接木 用这个偷梁换柱 以假代真的方式 来说今年 来影射陈时中在今年三级警戒 或者是在现在这个时候 然后有这个饮酒 然后有这个唱歌的状况 我觉得这样的攻击非常的恶劣 所以我还是要再度的强调 今天朱立伦来立法院 结果还是一样在做这样的一个栽赃 然后再配合中国散发这个讯息 结果朱立伦竟然在当假讯息的协力者 这个让我们觉得非常的遗憾 因为我们知道任何的影片 任何的一些攻击 他还是要有他基本的人事实地物 那这个影片基本上 他的时间就错误 他的当时的时空环境 跟现在是不一样的 这个都很好查证 而且卫福部在昨天晚上也已经回应了 竟然朱立伦在今天 完全无视他的真相是怎样 还继续去讲这样的假讯息 所以朱立伦真的不要去当 中国假讯息的协力者